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还有最可靠的车款呢 我们今天都一并带着大家好好的来了解 而这些排行到底能够对应到 我们台湾的汽车市场 那首先我们先好好的来聊一聊 最近相当火热的话题也就是电动车 其实大家都知道保时捷的TICOM 在日前才前不久的时候 在全球正式地发表了TICOM 同时他们也公布了最好的最速成绩 在这个纽柏林上面 隔天马斯卡就非常生气了 马上就说呢 我也要带着我们的Model S呢 上纽柏林赛道 好好的比拼一下 可是呢这一次呢 其实Model S呢 它虽然叫Model S 而且实际上了纽柏林 可是爱达好像不是那么一回事 对不对 这个车有点蹊跷哦 那以这样的成绩来说 它到底可不可以放在我们这个 可以说评比的当中呢 其实这一件事情 我觉得应该是这样看 基本上呢在纽柏林赛道 创下什么最速四门啊 最佳电动车啊 什么最厉害七人座 我觉得这都是指一个参考的数值 因为它并非一个所谓正式的官方的测试 我所谓的官方测试是 由这个统一的一个这个规格 或是赛道方面来去做一个 有一个完整的条件上的一个这个限制 因为你知道 现在每一家车厂 去这个纽柏林测试啊 只是说它是官方去做这个赛道上面的跑 或是私人民间去那边跑 做出的一个这个成绩 那它没有限制你 要找谁来开车 用什么轮胎 内装能不能拆 对 所以每一个人的条件上是不一样的 那当然啦 因为Taycan现在是全球热潮 最疯狂的一个这个电动车的这个时刻来临 那当然Taycan在纽柏林跑出的是多少 7分42秒 是 哇 这件事情让这个马斯克 不是马斯卡 马斯卡是唱歌那个 让这个马斯克异常的火怒 在他的这个个人的推特上面发表了 一大堆的言论这样 其实我们觉得蛮有趣的 就是说一个这么大的一个汽车品牌 尤其是电动车 可以说是目前来讲的龙头品牌 的执行长竟然采用这种方式 很像一个小孩子一样 非常任性的在处理这件事情 然后马上就呛吓说 我才是最厉害的 我也要去纽柏林跑 那后来呢也有传出来 就是说纽柏林说 我不知道这件事情 对 因为没有登景 好像你没有告诉我 因为纽柏林有一个限制的 所谓赛道封闭测试的一些 时间上的一些限制 那后来呢真的这个model X 就出现在了纽柏林赛道 当然它还没有进行正式的测试 但是这个时间是怎么传出来的呢 我等一下再跟大家说清楚 可是这一台的这个model X 大家眼间的观众朋友就会发现 怎么看起来好像是wide body 宽体的一个这个车子 后来呢传出来说 这一台车其实将会是大改款的 model S的一个这个底盘 以及动力结构 也就是说底盘不是我们现在看到的 model S 这个动力结构也不是我们现在看到的 model S 它事实上它有三具的这个电动马达 后来这样的一个猜测呢 也得到了我们任性的马斯克的证实 在他的twitter上面它说 对啦 那就是三个model 当然它是写英文啦 所以这个时候就很有意思啦 那新的动力新的底盘 然后呢在纽柏林赛道跑出来的一个成绩呢 哎呦 这个也他自己在这个 这个twitter上面大肆宣扬说我要去测试 所以呢各家媒体各个这个观测家观测选手们啊 全部都在这个外围厂外啊 关注这一件事情 那当然啊也发现啊 这有好几台测试车分别用的是不同的轮胎啊 哦懂了 分别用的是不同的轮胎 分别用的是不同的轮胎 所以目前在正式开始测试之前 可能这个特斯拉还没有决定我要用什么轮胎 跟各位报告一下它选择了两条轮胎 一个是米其林的Pilot Sport Cup 2 RS 听到这个就知道好像很厉害的运动性能 确实它事实上也是啊 另外呢拍到测试出这个场外 刚刚最新出来的成绩是 测试它的Model S跑是吧 7分23秒 这个成绩啊 足足是比Tayken快了19秒 将近20秒之多啊 Tayken才热热闹闹的 这个在全球3D同步的功才发表 哇这下马斯克瞬间给保时捷 打了一巴掌 你想想看 哦这个Tayken是保时捷 对不对 电动车 就跑在这个 充满这个挑战的赛道上面 跑输了什么 跑输了这个特斯拉 这件事情很丢一点的事情 另外特斯拉 这一次跑出这个时间是场外的人用 摄影师用马表计时器算出来的时间 这样算吗 对所以其实只有参考的价值啊 不具有什么正式的意义 那这一次使用的轮胎是 顾特E的EGO F1 Super Sport RS 也是一个很厉害的性能胎 我们还是静待啊 这个正式的这个测试成绩出来 再来看看它到底怎么表现的怎么样 我想特斯拉跟那个保时捷之争呢 真的还是有一段时间有待观察啦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已经证实的 而且有成绩已经出来的 到底在这个有绿色地域之称的纽柏林 有哪一些最速的各级具的车款 是不是请郑杰带给大家看一下呢 我们来看一下喔 刚刚艾大有讲到 其实我们先从这台车看起 好 Mask一直很堵然的就是这台台抗 对 他做出来的时间才不久前做出来7分12秒 其实7分12秒这个 如果说大家对于这条测试赛道 没有太大的概念 它其实是一条20多公里长的测试道 然后综合了各种高低速弯啊 直线啊 起伏啊 山坡什么的 其实是很复杂的 所以也因为这样子 大家都会习惯把纽柏林这条赛道 当做是一个测试的一个胜地 因为它较具有代表性 除此之外还有当然还有 它是一个开放的 你付钱就可以进去的 不是像有些车厂 它是属于自己专属的赛道 所以你没有别人车厂不能进去做的话 没有一个比较的基础就没有意义 好我们讲回来这里 台抗7分12秒 这个在电动车来讲确实是目前最快的速度啦 没错 但是其实像刚刚埃大有讲到 它在进去赛道之前 它也是有做一些细微的调整 再像悬吊的部分啊 这些东西它也是有做一些精细的调整 这也是我们刚刚在聊的时候说 其实纽柏林赛道的成绩 你拿来当做一个行销的意义 会远大过一个记录的意义 其实郑杰这个部分我要回应你一下 你说电动车去跑这个赛道 包含了这个特斯拉要跑这个 纽柏林 对 它要跑7分多 对 你知道我曾经开过Model S 跑大鹏湾 大鹏湾一圈要多久啊 大概2分上下 一般四周车 一般四周车要2分多嘛 我们抓它2分25秒就好了 算是一个很不算很厉害 不算很厉害的成绩 正常顺顺开大概可以跑2分20秒 2分30秒没有问题 这特斯拉的Model S在大缝弯跑 跑不用2圈就热掉了 热档 不可以让你吹啊 因为电池过热 它进入保护模式了 对 所以呢你说这个 这次这个马斯克要去跑这个纽柏林 它要不要去特调一下它的车 绝对不会是小小的微调 因为它起码要撑8分钟不会热档 基本上它有宣布那台车子 是它之后会推出的新车 并不是现在的Model S就对 所以它并不是量产车 对 现在目前不是 其实很多评论家也在看这一点 就是说马斯克怎么在这个时候呢 告诉大家说我告诉你 我未来要推出这台车 更厉害啦 因为影响它现在车子的销量 对不对 怎么自己打自己嘴巴呢 也是一个很好笑的事情 它本来是想要打脸这个保时鞋 结果自己打到自己 可是它就很会创造话题啊 是 因为它必须就是说 TICON一上之后 你会发现所有的电动车的关注度 都到它那边了 没错 那就没有人关注了 特斯拉 所以我刚刚就讲说 这样子的一个 因为我再讲下去 特粉要打我脸 所以我刚才说 这样子的记录 比较像是一个行销的手段 对 看其他车子也很明显 先看91G2 RS好了 这个倒是比就没有太大的争议 虽然它还是有进行细微的调整 但是它做出6分40秒33 这个时间是真的非常的快 我们只要记得7分钟内的车子 都是非常恐怖的车子 以量产车来讲 对 然后7分到8分呢 是正常但是很快的车子 然后8分以上的慢慢慢慢 就是一些可能以前的性 就一般的车 也不能说一般车 其实8分你可以看记录 然后会看到很多以往的各世代的经典 甚至是赛车之类的 对 然后再来 现在我们看到这6台车分别有最速量产车 对 GT2 RS 对不对 最速前驱车 这个车也是真的很辛苦 Magen RS 这台特试车呢 它为了拉下Civic Type R 它也是用尽了全力 因为其实我们知道全世界的前驱车 性能前驱车其实也不少 像Golf GTI 像Magen 像Civic Type R 都是很强大的对手 所以他也是努力的跟Civic Type R 互相竞争了好几次 目前占居在这个榜上 再其次呢 我们看到最速的SUV 这台车 那时候争过来也是很辛苦的 他干掉的是Alfa Romeo那台SUV 哇 对这个差距 几乎都是三四秒的输赢而已 所以其实大家都很厉害 对 比较有趣的 其实我们会看到下面这两位 最速七速的SUV 你不觉得这胎头 听起来有点哪边怪怪的 怪怪的 对 因为也没有人去跑的意思嘛 对他自开组别啦 因为谁会想要开七人座的车子上赛道嘛 对不对 所以当初他推出了那个Codiac RS的时候 他 不过我要帮他平反一点 他 在这个榜里面 他是唯一一台只有200多匹的车子啦 他是真的很接近我们会去买的车子 对 所以他这样开上赛道 我们也可以看到 他的时间并没有像别人那么的显赫 他是9分30秒左右 而且他很有趣 回应我刚刚讲的 他请到的是 纽柏林的计程车女王 就是他们在里面开计程车 载着人家去绕赛道的那位女车手 哇 他等于那个就是他家后院而已 对啊 那他的成绩 其实 应该是有代表性 对对对对 所以他是这样的故事 至于最后这个最速四门房车呢 他也是跟那个 Mercedes AMG的GT163 也是拼了好久 然后他现在拿下来 但是这个跟Eda刚刚讲的也一样 像他就是有拆后座 然后他又是限量车 对对对 他虽然说是量闪车的数据 但是他其实又有限量 他限量300台而已 他到底算量闪车还是不算量闪车 这也很好玩 对 所以我觉得这些东西呢 那我们当过柴余伴后的话题 是很有趣的 但是如果要真的说 那这个就比那个好 那个就比那个好 我觉得那倒不一定要这样 限量300台拆后座 就是你买了一台 号称最速 纽柏林最速四门房车 门打开 没有后座啦 哈哈哈哈 你也要做客人车 后面没做坐人 可是这也意味着说 我买这台车的时候 我可以告诉大家说 我买的是那个 纽柏林最速的四门房车 但是没有后座 这就是一个话题 不能载人 爸爸妈妈没办法做 我们可以直接忽略 那个没有后座这件事情 好 谢谢郑杰 那我们看完了 这一速的 在纽柏林创下的成绩的 各式的车款之后 想必在未来不久的将来 应该说很多的电动车 都会上纽柏林去做测试了 那我们要问一下昆诚哥 以目前的美国市场来说 到底是哪一个电动车的车款 是卖最好的呢 冠语 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你看 我猜应该就是那个 对 就是 很任性的马斯克那个名单 Tesla 它 你看在这个Top10里面 它卖的 就是它卖的车子全都进来了 对 那其实确实 因为它耕耘这块最早 它最早接触这个 纯电动车的市场 那我们先大致看一下 你看前 几乎 你看前三名 除了这个 雪佛兰的Bolt EV 这是属于通用车系的 占据第三名以外 你看第一名 第二名跟第四名 就是它自己的车 Tesla的车 那当然我们看一下 Model 3 卖的最好是六万七千多部 那Model 3 因为它现在价格 订得非常漂亮 它的目标就是 BMW的三系列这样的一个 中型房车的一个 豪华房车的一个集聚 那价钱因为订得很漂亮 所以应该是六万七千多部 那而且这是今年上半年嘛 那其实今年它 因为它有一些交车不及的 工产生产性 产能不足 对 产能不足 第五名的尼桑列弗 这是现在他们讲 全世界的销量最好的 卖最好的 对 然后第六名的i3 然后BW的E-Golf E-Golf 在北美市场 算是有 但是销量还好 1800多部 那再接着奥迪的E-Tron Jarga的iPad 这两部是刚上市不久 没错 所以它上半年的一个表现 还没有整个量 还没有整个显示出来 最后第十名是E-Golf 那我大家要讲一下说 你看我们从这个电动车市场 可以看到一个趋势 Tesla它从 它很聪明 它知道电动车升纲出来 成本应该会比较 定价会比较高 成本会比较高 所以它从豪华的大型房车 中大型房车前去切入 对 然后再来当然 SUV现在很流行 所以它要从SUV 然后再来就是一个 最后推出的是一个 比较热门级距 就是中型房车 这样的一个概念 所以Tesla它很聪明 是它的切入的级距是 是对的 那我们看其他的欧洲车 欧洲车展比较特别的是 你看奥迪跟Jarga 欧洲车展它们 第一部推出的电动车 大部分就是属于SUV 对 他们觉得SUV 比较耗油 所以他们就觉得最需要 最需要 用电动车的形式来呈现 对对 欧洲车还是比较务实 那日本车 日本车你看 日本车像Nissan 他觉得这个级距 是最多数的买的 没错啊 它的基础是最大的 所以它就从Lip 然后VW你看 它也是从Golf 它本身的最大量去 有点像鲜辈车的 那个级距开始 对 那他们 这是北美市场 那北美市场 他们的专家分析 就是说大概2027年 电动车跟油电车 就跟汽油车 就会各占一半了 2027年 对他们是2027 我觉得感觉还有点久 对对对 好 那当然在2027年之前 我们除了看到了 刚才那10款的电动车 在全牛市场上面 已经开始在贩售之外 在今年到底有哪一些 新的车款也即将要亮相 是电动车上面 大家可以选择的呢 说到这个未来的电动车 相当有感觉 是因为我前阵子 刚从德国法兰克福车厂回来 因为整个车厂是用 迈向未来作为主軸 所以各个品牌 几乎都用电动车 当做他们这次车展的主题 好 那因为刚才我们关于TICON的 聊了非常多了 对 那我们直接先来介绍其他的三款 我相信消费者也很期待 不过这四台车 其实我们可以切一个表 其实上面这个会比较便宜 豪华速度 下面这个比较便宜 一般平民的小车 小的电动车 对 好 那我们讲EQS 那这台EQS你可以说是EQ这个品牌 也就是S-Class的电动车版本 对 所以在 毕竟它还是概念车的样子 所以你可以发现 整台车相当的流行 概念车的样子 关键的是你们发现 它前面这个水箱护罩 它其实是用940颗LED所构成的 所以它也会发亮 对 而且它不只会发亮 它还有一个 我这比较有兴趣 对 它不只会发亮 它还有一种电动3D的光影 就让它会取代传统那种镀铬 这种比较传统不会动的样子 它反而是会动的 而且是会亮的 很特别 车内的部分其实也相当流行 而且它其实没有任何的传统的按键 全部都是用触控萤幕 关键是这车这么大一台 下面的底盘全部都是电池 所以你会发现它的电池 是用100千瓦小时的这个电量 让它可以最大的续航力 甚至可以到了700公里 其实相当的惊人的 那也是因为这样子的 他们用比较高速的充电源 它甚至可以在20分钟内 就可以充到8成的电力 所以论使用性论续航力 其实都已经有相当量产的规模 好 那我们说到下面这两台 比较亲民的小车 我们都知道在法兰克福车展职业 前一天会有什么福斯职业 也就是整个集团预先发表 很厉害的是整个集团 他们只发表 他只讲这台车 其他都不讲 就知道这台车对他们的重要性 很重要 对 那我们知道ID就是未来福斯 这个电动车的品牌 所以他当初在发表这个时候 他不只发表这台车 他连整个的品牌logo都全新改变 他想要什么 关键就是 请大家忘记以前才有我们的世界 迈向全新的电动车未来 懂了 对 那所谓这个3呢 其实有点像是model 3的概念 也就是我们传统不是有 A Sigma B Sigma C Sigma C Sigma 0是英文字母第三个顺序 也就是说3就是整个 现在目前最主要像我们的 卖最好的什么 Golf这个集团 所以那个时候他们 我们在看到现场的时候 他不盖子 我想说这会不会是 新的8代Golf 结果不是一掀开 原来是一台全新的电动ID-3 这台车其实就是 已经量场版本了 而且你可以发现 他们透过现在的科技 不只它的电动 因为我们都知道 电动的驱动力 它可以让引擎 过去就没有引擎 把引擎这个地方减少 所以你可以发现 整个设计可以更多的发挥空间 车内几乎都是触控萤幕 而且它的电动 还提供三个版本 所以你可以遇到自己的需求 去选择你想要哪个版本 还有续航力有300 400 500 三种选择 甚至还有第一年的特别版本 所以可以发现 他们在整个电动车的销售来说 也是相当的灵活 好 接下来就是这台车 说真的 这台车其实在这边的展馆 它比较不同的位置 可是也是相当的高人期 因为它其实从概念的时候 大家就觉得 这车怎么这么可爱 对不对 而且它还是电动车就觉得很奇怪 对 而且厉害的是 它这个是亮展版本 一样这么可爱 所以它几乎跟那个概念车 是差不多的 对 它没有太大的改变 最大的关键就是 它一样保留这个摄影机的后视镜 所以它旁边用这种摄影机 取代传统的后视镜之后 它的车内 除了两个12.3吨的宽萤幕以外 就是两个两边的6吋的萤幕 去取代传统的后视镜 所以你会发现 车内很简单的设计 木头的材质 然后上面全部都放了一幕 就有点像那种感觉 无印良品那种家里的感觉 非常的简单 然后非常的科技 而且它的造型 真的就看起来真的很可爱 真的很迷人 你看每个老外 德国人很高大 每个人在那边试着想要去坐一下 去体验一下 就知道这台车的魅力有多精的 所以这四台车 其实我觉得是目前 未来电动车的主流 但是你说 就像刚才昆诚哥说的 你说这么快可以取代电动车来说 其实数据 不止2027年所有达到一半 其实在2025年就有说 电动车 油电车 大概就会占整体新车销售的四成 其实很快速的成长 不过大概也是百 以目前来说 电动车大概是一年 大概是百万 一百七十万辆的销售规模 但是以全世界 九千多辆的新车销售数量来说 电动车要取代全部电动车 要取代全部燃油车 还不大快 可是如果说以每年的 新车销售量来说 确实很有可能会迎头感上 我觉得这对于消费者来说是好 是因为电动车的选择越多 然后电动车的车口数越多 这也表示以后 我们入手电动车的时候 它的成本就会越来越低 真的很开心